嘿,我是阿图,一个坚信教学乡长的澳洲中文教师 中文老师们最常提的两大问题是 如何活跃课堂气氛,如何这只互动游戏 新老师们很难同时兼顾这两大问题 课堂气氛活动的度在哪? 很难掌控太过活跃的课堂 学生程度大的课堂怎样保证活跃 师生们还能和谐互动 视频的文字版会发布在微信公众号 外地老师阿图 坚信看完这期视频,解锁今日份的成长吧 刚教书的时候,我常犯的错误是 把学生自主学习的期望指定的太高 比如,我做了一份自以为有意思的练习题 但是大多数学生不知道要做什么 学生们不清楚老师的指令 一般会询问旁边的同学老师的指令是什么 各旁边的同学打闹,发呆,举手问老师要做什么 在教室里走来走去问更多的同学老师的指令是什么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教室里都是乱哄哄的 八年级的孩子都看不懂,或者说不愿意去尽心读题 就更不要想当然地以为更小的孩子能秒懂直立的意思 从幼儿园和小学老师的课堂里我开始懂得 孩子们的工作不是做题或是完成任务 而是学习怎么学习,学习怎么生存,学习怎么合作 学习问为什么 现在每一次课堂活动前我都会尽量简单的语言介绍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预计完成的时间以及做完这些任务会有什么反馈 有时候也会先给几个sample 学生们可以提问以并加深理解任务的目的和操作步骤 已经介绍了很多教学理念和tips 接下来是我在实际教学中用过的课堂活动 视频中出现和没有出现过的教学素材 我会上传到充业案,并且收取少量费用 这是阿图做视频以来第一次原创内容编线 感谢理解和支持 第一,复习课 复习课除了刷题做卷子还能做什么呢 学生分为两组或者三组 每个组排成一列 第一个学生面对白板或者黑板 从第一个学生开始编号 12345 最好每个组人数一样 如果人数不一样 人数多的一组最后两个同学编一样的号码 老师出题给学生时间小组讨论 讨论结束 老师说数字并说开始 相应号码的学生到白板上写答案 最快写出正确答案的组击一分 教过的数字可以在教一边 让所有的学生都注意力集中 为了获胜 程度相对好的学生会主动帮助其他同学 第二个 Talk Tech Talk 练习听说读的互动活动 复习词语 开小火车 快速问每个学生不同的问题 学生快速回答 如果学生答不上来 快速问下一个学生 返回来再问答不上来的学生 每个学生一份Talk Tech Talk 在班里寻找符合要求的同学 你喜欢考拉吗 我喜欢考拉 把同学的名字写在相应的格子里 每个同学的名字不能出现三次以上 4 in a row任务完成 程度好的学生可以完成多条连线 Cutty Catcher 我小时候管这个叫东西南北 你们那儿叫什么呢 学生们在不同区块里按要求填词语句子 或者老师们事先写上词句再打印下来 写了词句的一面向外 空白面向里 折叠成Cutty Catcher或者说东西南北 两到三个学生一族练习听说读 程度较好的学生可以把同伴的句子以及自己的答案写下来 或者结合TogTagToe变成内容更丰富的活动 Sucuba 中文叫做推箱子的游戏 准备表格和闪卡 多准备一些空白闪卡备用 两人一组或者两组学生比拼 按需设置活动形式 每人每次上下左右位移一张闪卡 图片和文字完全配对任务完成 可以多增加一些元素增大难度 也可以做句子练习 Text Puzzles将拼图和语言游戏结合在一起是什么样的呢 将句子段落写在拼图模板上 剪下模板 每个学生拿一片或者几片拼图按照实际人数而定 老师读句子 拿着相应拼图的学生把拼图交给老师 同个字或者词语可以重复多次 断裂学生的听和读 拼图背面可以打彩色图片 学生可以自行创作 以上所有课堂活动都可以衍生出很多其他活动 适合所有科目 也适合程度差异较大的班级 你要怎样应用这些互动活动呢 留言告诉我 有机会收到跨牙明信片哦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